这个就是我们的有源噪声控制窗户 然后在另一侧呢 它是由24个扬声器组成 然后在外面一侧呢 它是由24个话筒组成 然后24个话筒呢 会采集来自于外界的噪声干扰 然后把噪声传给中央处理器 中央处理器会控制这24个扬声器 产生相应的抗噪信号 来消除室内的噪声 那现在呢 我会给大家秀一下这个demo 那首先呢 我们会秀一下那个MRT的噪声 然后我们会关掉我们的系统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当我们打开我们的 那个当我们采集外面的信号会 会看见室内的噪声的话 大概会有67到68个dB 然后我们现在呢 会打开我们的噪声控制窗户 现在呢 当我们打开我们的噪声控制窗户的时候 整个室内的噪声会降到57到58 就是说整个整个屋内的噪声衰减可以到10个dB 也就是原有噪声十分之一的一个强度 对 我们现在就过在什么里面的噪声合上 就过去了 对我们去看室内的噪声